不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华尔街都能够感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中国新的领导层热衷于讨论他们所说的与美国的大国关系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 在新的形势下面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 不仅事关两国利益 也事关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早眼大局面向未来 走出一条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大国关系新路 美国官员也重视大国理念 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其他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政治学院教授庞中英说 其实有的时候 美国人也是希望上了一些定义中美关系 但是这一次就是感到奇怪的是 中国方面反而对这些定义中美关系挺在乎的 但美国方面的话上了以后就要谈具体问题 虽然美中两国在网络攻击问题上分歧日益严重 朝鲜问题和贸易冲突仍然受到关切 但是一些北京居民并不担心美中关系的现状 我觉得都还能接受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就是看法 我们可能更关注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菜米油盐的生活 可能这个方面比较高层次 可能有一些理解不够的地方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误解的地方 就是总觉得可能会存在竞争啊 这样的一些关系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呢 加强交流这样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谢涛说 这次峰会最重要的是 奥巴马和习近平有机会观察 他们能否成为朋友 正因为如此 这次首脑会议与过去的中美峰会不同 安排在非正式的私人场合举行 所以人们的期望是 两位领导人将建立他们之间的信任 这种信任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 并且会影响到 每天处理中美具体事务的较低层官员 分析人士说 他们正在拭目以待 看看两位领导人在两天的时间里 能够建立起多大程度的信任